真的相見不如不見 因為這五大尷尬 尷尬爆表 第一個尷尬是這個 第二個尷尬 現場有人公開大喊韓總統加油 韓國瑜選總統救臺灣 這是什麼 這是黃復興的心聲 不然有誰說 當著面 給人家這樣難看的 但是我就是要把心聲講出來 沒關係我們黃復興的活動 韓國瑜要參加 你硬要把侯友宜塞進來 不要緊 但是我還是要講這個 所以大家一直怪侯友宜 說不去找郭台銘 不去找韓國瑜 我要替他申約 不能找他來 你找一個韓國瑜來肇事 大家就喊韓總統 你找一個郭台銘 大家喊郭總統 就是沒有人喊侯總統 因為他全路人家 對啊 所以你這很慘 所以你不要怪他不找 他不敢去找 那第三個 韓國瑜這個座位 故意避開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這太有趣了 你注意看下面這裡 韓國瑜的位置上 牌子是寫什麼 朱立倫 他做到朱立倫 朱立倫把位置特別讓出來 因為這個角度拍起來比較好 對 特別讓他做到這個位置 但是兩個 你看這兩個的表情 你覺得他們如果是在相親的話 這件事有戲嗎 對不對 那種樣子 那真的是太傳神了 所以那個泰哥說 這個世界上最遙遠距離 就是我在你身邊 我愛你 可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愛賊 侯友宜愛韓國瑜 但是韓國瑜假裝不知道 但四年前他不愛他 對啊 所以 四年前你嫌人家髒 所以現在網路上有個最新產品 鄭商民流最愛高級宴會儀 韓國進口智慧AI自動移位 在不動聲色間能瞬間位移 有效拉攏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這叫韓國瑜 重點不在拉椅子 重點不在拉椅子 重點在侯友宜的支大狂 今天我坐在這邊 如果我覺得你太厲害 我應該是以我的椅子 我遺尊救教 應該是我想辦法靠過來 把你的椅子拉過來 你什麼 他還是自己老大 而且韓國瑜一到的時候 人家助力兒馬上站起來 他其實侯友宜一開始沒站 對 就是 一開始一直坐在那邊 所以我上個禮拜講 侯友宜是公子哥 很像連勝 就這種心態 他到現在還覺得他是老大就對了 好 那更慘的就是說 韓國瑜絕口不提支持侯友宜 真的很厲害 你要講那麼多話 講那麼久 我們要團結 我們集中一切的力量 我們把反攻的浩角吹響 就是不講侯友宜 甚至不講國民黨 所以 而且這樣子就算了 你知道侯友宜後來講話的時候說 我們已經會贏對不對 現場都很有禮貌 對 你注意看 那個韓國瑜 連對都不講 你看得這麼仔細 看得很清楚 太清楚了 我們聞人就是很無聊 就專門找到 對 現場就是韓國瑜緊緊閉著嘴巴 連一個禮貌上的對都不肯講這樣 那第五個尷尬就是侯友宜 其實就是使不道歉 不道歉還說人家 你身心俱疲 幸愛的你受傷了 我好捨不得 我感同身受 你就是你讓人家身心俱疲的 對不對 就是你讓人家這樣子 你剛剛講的 你第一個不讓人家主委 第二個不見人家場地 第三個不見人家夫人 第四個還把人家罰錢 有沒有 對啊 所以你將心比心 你這此恨綿綿無絕期 這沒有救的 所以難怪他第二天不來嗎 他在第二天送個花來 很客氣了 還寫什麼圓滿成功 要是我就寫侯總統千古 意思就是說你總統沒希望了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 你現在只有一件事可以做 上次他不是問他要不要選 他不講 他去平息放天燈 放個Yes I do嗎 你明天可以去放天燈 放個I am sorry 就在幹嘛 你呀 沒有 我來 兩 ajust competitor 我們 每一一一一一 怎麼